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轻瘦可人 干净清纯的脱俗小仙女 不打平手天理难容 要论衣品杨幂作为街拍女王自然没得说 之前把过西靴穿的六道飞起 最近又紧跟鱼网袜配球鞋牛仔裤的潮流 由沉闷长进的时尚大片 更是在小工举与叛逆女郎间自由切换 而随着天气回暖 春天必不可少的长款风衣也是马上穿了起来 内搭的条纹衬衫和破度牛仔裤则可攻可守 而点睛之笔就属他那醒目吸睛的 Balance Ega红色棒球帽 以及Prada的红色小包包来 Ribbon系列手带绝对是新一轮的8bag 大型金属扣和拼色设计是他的最大特点 前部久留世世也有背过这系列的包包 看来真是不火不行的时尚单品啊 相比之下爽妹子的穿搭 走的就是放飞自我的路线了 穿起西装与阔腿裤还是气场全开的样子 曾经穿过的oversize阔型外套也是颇有时尚感 衣橱中也不乏LV羊毛围巾这种时尚单品 然而一言不合穿上满身logo的衬衫 A先生都怀疑是不是高反护 在或者在一身还算不错的搭配中 硬要加上一双画风清奇的鞋子 A先生也是傻傻看不明白呢 除了自己够美呢 作为一个合格的女老板 当然也要看有没有识人和捧人的能力啦 杨幂去哪都不忘捧自家艺人 这地位没可能动摇啊 这可不一定 你可别忘了人家小妹子可是自带热搜体质 她想捧谁 还不就是特色热搜的事吗 都说杨幂工作室有三宝 热巴的岩 黄梦莹的身材 李希瑞的腿 作为白凤九小殿下火得不得了的迪力热巴 就是杨幂旗下最亮眼的大将 媲美外国人的立体轮廓 颜值当道 可甜美可性感 可中二的人设 更是相当稀粉 二宝黄梦莹则凭借三生三世的宿锦一角一炮而红 三宝李希瑞则凭借翻译官好好火了一把 其实三生三世都被大秘密公司承包了 玄女 黎靖 东华 帝君 十六师兄 大师兄 通通都是大秘密的人 这老板当的也是尽职尽责 反观新进女老板爽妹子 旗下只有鹿延旗一个人 啥 不知道她是谁 微微一笑很倾城中的雷神妮妮啊 眼睛大大 干净清纯 元气满满 像爽妹子一般也是言好气质纯嘛 只是公司刚刚起步 还无法与大秘密那乡的风生水起来抗衡 不过有爽妹子打头阵 相信想捧红新人也不是什么男士吧 看来杨幂从一品到商业头脑 都是杠杠地啊 人家爽妹子刚刚起步 赶快指示大家去投票啦